贫困的男人为了逃避现实 每天都会来酒馆麻痹自己 三个孩子等着他养活 可冒疏口袋却空空如也 只能靠妻子维持生计 他祈求酒宝来上一杯 让自己暂时摆脱内疚 老板见状不再多说 梅洛尔神志不清地站起身 又跌跌撞撞走进厕所 他不由感到无奈 酒馆基本是些无业游民在光顾 过不了多久也得关门 现在赚钱真是越来越难了 弗朗却不这么认为 有个女人发现丈夫的保险 她是最大的受益人 紧接着在四天后 丈夫意外被车撞死 女人成了有钱的寡妇 显然这是赚钱的好方法 茂树对此并不反对 她愿意奉献自己成全家人 只是要付出行动的话 没几个人能真正做到 这时梅洛尔晃晃悠悠地走出厕所 一直保持着醉酒的状态 并且把死亡挂在嘴边 仿佛恨不得早点去世 老板已经习以为常 现在这种寒冷的天气 她大概率能成功醉死 弗朗以为能有一笔生意 老板却让她别惦记了 梅洛尔的妻子已经死了 身边也没有朋友 不会有人出资为她举办葬礼 一想到人寿保险 老板有了大胆的计划 弗朗也是心动不已 反正梅洛尔迟早会死 不如给他们留下点价值 经过几人商量后 茂树顺利买到了人寿保险单 只要在上面签字就能生效 这时梅洛尔醒了过来 祈求能讨一杯酒喝 她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久了 茂树大方地给她买上 随即拿出那份保险单 谎称是给市长的请愿书 帮助孤儿改善恶劣的环境 需要她在纸上签写姓名 梅洛尔爽快地答应下来 很快写上自己的全名 接着迫不及待喝了酒 整个人又倒头睡到地上 老板愤怒地冲了出来 怒斥他们偷了烈酒 直到看到那张保险单 她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随后免费请所有人喝酒 只希望梅洛尔能尽快死去 他们全都会变成有钱人 他几年前就期望最死 现在应该撑不了多久了 时间转眼来到三周后 梅洛尔满意地放下酒杯 而霸台上堆满了空瓶子 老板已经绷不住了 见对方想再来一杯 他直接抄起瓶子冲过去 酒保急忙将其拦住 可再继续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会被喝破产 弗朗进门看他躺在地上 以为这货终于死了 连忙丈量着衣服的尺寸 不料突然听到打个声 明白梅洛尔根本没死 老板气得破口大骂 他喝了27瓶黑麦威士忌 包括14瓶福特加 和5瓶苏格兰酒 弗朗没心思等下去 最好想个办法把他弄死 老板不由看向那盏煤油灯 心中又有了计划 将煤油倒进空瓶子里 然后加点威士忌掩盖 最后得到一杯绝命酒 梅洛尔恍惚走来一口喝下 可却没有一点效果 老板连忙加急继续调配 梅洛尔很快满杯下毒 整个人开始晃悠起来 感觉自己有点头晕 茂疏提议去呼吸新鲜空气 弗朗立即反应过来 解释能促进血液循环 拖着梅洛尔离开酒馆 只给他穿着一件衬衫 最后把他扔在一个小巷 这样能充分吸收夜间空气 梅洛尔想不死都难 为了保险起见 又给他盖上厚厚的白雪 随后快速逃离现场 五个小时很快过去 暴风雪已经越下越大 几人突然意识到 如果这个冬天很漫长的话 或许到春天才会有人发现它 弗朗克等不了这么久 提议找个人去挖出来 茂疏连忙反驳不行 这样实在过于冒险 毕竟自己是受益人 三人顿时不乐意了 抢着要保管保险单 以防被其中一人撕吞 他们在争取期间大打出手 不料就在这时 梅洛尔缓缓推开大门 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这货竟然还没死 他用着惨白的面容祈求 来一杯烈酒暖暖身子 老板直接给他灌上松节油 但梅洛尔依旧一口喝下 整个人一点事都没有 他决定加大强度 给三明治加上大头钉 再来点夺命老鼠样 相信肯定能把他放倒 梅洛尔全都享受地吞了下去 茂疏彻底绷不住了 抄起斧头就要砍死他 几人急忙将其拦下 这样一切会前功尽弃 老板怒吼他必须死 随后想到一个好办法 在他口袋装上很多石头 接着拿瓶底锅砸了脑袋 想要把梅洛尔沉入水底 可这个位置不好发力 茂疏只好跨到另一边 辅助把他给推下去 不料正好撞到茂疏 他差点连带掉下去 梅洛尔的手紧紧抓着栏杆 老板连忙不停拍打 但他们没发现 一个巡逻的警察正悄悄靠近 梅洛尔最终还是掉了下去 还没高兴多久 他们回头看到身后的警察 疯狂开始互相推卸 可无一例外全被逮捕 此时暴同叫卖着新闻 为保险金谋杀流浪汉的人 今天就要被处决死刑 酒馆也已经重新开业 一个老头进来乞讨 但老板的手头没钱 表示等发财了再说 他依旧无动于衷 老头只好转身离开 老板突然有些后悔 觉得自己应该施舍一下 他来到火炉旁倒了杯酒 请面前的老头喝了一杯 而这个人正是梅洛尔 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等到放下的时候 杯里散发出了一股冷气